在蛋塔风潮过后 老字号面包店决定不再耗费资源 生产澳门普世蛋塔 但是偏偏还是有其他的店家不信邪 这两年有一家蛋塔连锁店 在台北的街头疯狂的窜起 老板叫做蒋中平 原本他是一位命理师 在一次的姻缘忌讳之下 转行卖起了蛋塔 原本亲朋好友都说不看好 我老板一口气 可是开了十几家的分店 每天卖出五万个蛋塔 还准备在2016年上市上跪 这个蒋中平他卖的蛋塔 有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我们就到生产部门 一块来看看 女员工们使出全身满力 敲打面团 咚咚咚的巨响 感觉连地板都在震动 为什么要打这么大 因为这样包起来 面才会扎实 跟奶油才会 融在一起 从早到晚拿着木棍打上打下 每个女生都练出结实的二头肌 是在这里练的吗 对 锻炼身体 早上手都抬不起来 连牙背都拿不住 牙背拿不住 对啊 可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所以 对啊 我们一年到头都不会生病 很健康 练出鸡肉来了 一百四十八公分的红美丽 个头最娇小 出力的时候还得练脚尖 在这边上班以后 就变得会很结实 你意思是说在这边还有瘦身到吗 对啊 我第一个目标是减肥 第二个目标也是赚钱 那减了多少啊 五公斤吧 这群是苦耐劳的娘主君 制作出来的蛋塔 塔皮酥脆 那些还会跳舞 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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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好吃 富费 好不好吃呢 好吃吗 好吃 很脆很好吃 然后热热的比较好吃 对 对吧 漂亮 有那个蛋奶的味道 很香 它很脆 蛋塔店的老板蒋忠平 一天给卖出五万个 不是蛋塔 叠起来的高度超过 五栋101大楼 目前它以一个月 两家店的速度拓展门市 13家店的年营业额 上看10亿 2016年还计划要上市上柜 卖蛋塔可以卖到上亿身价 命理师出身的蒋忠平 成功的过程很传奇 它投入蛋塔业 才不过短短几年 从食品的店面开始做起 当时普世蛋塔早就退烧 它还是坚持转行 家人反对 外人更是看衰 我刚从北投一家小店的时候 我们的烤箱 我那时候买中国的烤箱 正要下去的时候 那隔壁大楼管理员就走过来 就在 就说我们有点脑筋坏掉 什么 这时候还在做这些事情 正要下去 烤箱正要下 从货车要下到地面的时候 就这样 对 大家都不看好 蒋忠平很有信心 因为他第一次做蛋塔 成绩就很惊人 五年前 女儿的小学办园游会 指定要卖蛋塔 从没做过糕点的蒋忠平 赶紧去买食谱研究 花了一个晚上制作烘烤 结果园游会当天 三百个蛋塔 不到半小时就卖光光 也让他兴起卖蛋塔的念头 我觉得势在人为 势在人为 有人做不好 一定也有人做好 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很固执 可是我觉得 我应该算很执着 我不是固执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有难度 但是我会想办法改善 或许长年以来 做的是命理师 蒋忠平非常相信直觉 以及第一眼的印象 所以现在工厂内生产的蛋塔 配方和流程 都是按照他第一次 制作的经验 从来没有更改过 我一开始就这样做 当然很多烘焙师傅 觉得我们这样做乱做 但是也就是因为 你没有看过别人走错 你用自己的方法做 但是我们目前的产量 单位产量算是业界最高 最快的 就连机器也是他自己拼凑着用 这机器是本来制作 牛嘎糖的 牛嘎糖 对 我们只能说 发挥充分发挥克服问题的一个方法 因为这个行业比较冷门 没有人 没有设备商 也没有固定人供应我们 工厂内的工作人员 他不请烘焙师傅 而是找外籍配偶 你做得快 他也跟着你做得快 你说要这样做 他就这样做 因为他没有像 烘焙师傅有组件的 因为他最好不会 所以你要求这样做 他也觉得合理 他不会像师傅会有 打心理都不接受 来一下这样 工培师傅一般来讲 打心理都不接受 从塔皮换浆 到烘烤 全部都由婆婆妈妈一手包办 靠着独到的经营理念 蒋中平在大环境不景气当中 依旧建立起他的蛋塔王国 这位新蛋塔大王说 他只卖蛋塔 没兴趣 也没有必要卖其他产品 所谓的蛋塔现象 从没存在过他的字典里